今日,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,对于中国的军力又开始指手画脚,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。 其中在这份报告中,中国的一款武器,被美专家反复提及,认为这款武器未来或成为美国空中的主要威胁力量。 中国目前最新研制的隐身战机间20已经开始服役,但面对美国的F-22战机,还不足以形成绝对的空中优势。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武器,令空军实力世界第一的美国都如此忌惮呢? 据悉,中国目前正在研制一种类似于美军B-2的隐形战略轰炸机, 第二装备四台发动机,巡航速度0.95马赫,巡航能力1.1W公里,最大载弹量22680公斤,具备低空突防高空突入能力。 它的雷达版设前面还不得0.1平方米,是全球唯一的一款已身轰炸机。 中国空军一直以来,都只能对老旧的轰略进行改装,缺乏可以远程作战的战略轰炸机。 轰20在这种现状下应运而生。 在建20月20相继列装部队后,轰20的发展成为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。 据悉,中国设计的这款轰20采用隐形设计,外形类似于B-2与X47B的混合体,像一个巨大的蝙蝠。 轰到20具备洲际飞行能力,既从中国沿海起飞,不需要空中加油抵达美国本土,执行完作战任务后,可以快速飞回基地。 在进行空中加油后,可以做到全球飞行,全球打击。 不仅巡航里乘远,这款轰炸机载弹量不低于B-2,可以携带各种炸弹,智能导弹,巡航导弹。 不亚于同温层堡垒的B-2轰炸机,空20战略轰炸机意味着中国制造出了一款远超轰6K的战略轰炸机,打破了美国B-2的神话,配合东风41洲际导弹,096战略和潜艇。 中国新一代三位一体战略和打击力量诞生,到时候可以经而易举突破第二岛链,直入东太平洋,让美国领土一圈。 目前,轰20元行机正在接受多个项目的测试,逐渐优化已达到最高技术水准,预计在不久的将来,轰20将在中国的蓝天上翱翔,成为中华民族的又100亿人。 其实中国在发展净,中远程轰炸机的同时,不仅需要研发出轰,而是这中远程战略轰炸机,还要研发出避轰,而是更先进的核动力轰炸机。 美国原有的,我们不仅要有,而且要赶超,只有这样,才能有能力捍卫中国领土完整,免受海空利益受到侵害,只有这样,才能把人民海军建成一流军队。 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局势强国,只有这样,才能维护世界和平,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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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